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 其实这里目前透视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 谨慎我讲过了嘛 我们来讲这个平行视图 平行视图呢 就是所谓的平面图 剖面图 立面图这样的用法 那它是没有消点的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传统的平面图 剖面图这些 那它的好处是 如果你把材质跟物件都弄得很好 可以增加你平面图的丰富度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坏处是 如果你没有控制得很好 可能平面会太花俏 或者剖面会太花俏 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同学不喜欢 或者有些老师也会不喜欢 但你自己要看着办 看你的实际的状况 那这边的设定 我们如果调成这样或这样 它就会有立面或这个顶视就是平面图的效果 可是呢这个并不是真的平面图 这个比较接近是屋顶平面图 那如果你要产生一楼平面图 比如说这是一楼 假设我要产生一楼平面图 好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再来看这个2D的图呢 把它这个设定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从上视图 我们要从前视图来看 那它这个部分就是它看的地方 你往下拉 它就会产生一楼平面 这样就产生一楼平面了 好一楼平面就这样产生了 OK 那一样的这个一楼平面产生以后 你还是可以去选定 你是要 哪一个时间点 或甚至晚上的平面图 有灯光投影效果的 所以这样的话是可以比较很明确的 这样这是一楼 那如果你还要一个 那我要二楼 那一样的 我再把二楼 这个假设是二楼 好 那这个二楼呢 在二D的地方 还要再提高一点 就是要提到到这个地方 1米5的位置 这样 这就看到二楼的平面图 它应该会产生影子的 一点影子 如果是 这是两点 十点 看看 OK 那这一楼的时候是用 十一点 这用两点三十分 这个十点三十 那影子会产生 比较好的效果 OK 那这是一楼二楼 那如果剖面图呢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我们看 这个是立面图 假设是立面 你假设这是 我现在不知道 方位的 所以我是随便取的 叫South Elevation 就是那个 南向的立面 我现在不知道它真的方位 我只是假设取的 那这是立面图 外观立面 那你也可以再做一个说 我是真的要剖面 那这是一个Section 南向的剖面 SEC Section 那这个Section 你就必须在 2D的图里面的上市图 把这个红的 一样的往前压 压到剖面图的位置 比如说你要剖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要配合你的 平面图上的位置 那这个平面图 你后置的时候再去加那个剖面线的位置 剖面线的位置就后来再加 OK 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剖面图给比较精彩的表现 因为这会包含家具灯光全部都出来 那现在这个是早上10点半 好 你这样再render久一点 它的灯光真的都进去了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剖面图的效果也不错 因为会比你单纯只画几个线 精彩一些 如果你有点景啊 什么天空啊 全部都有的话 像这里没有天空 现在如果我们把 这是白的 这是白景 现在只有白景 通常平面图他们都是天空都是白景 其实是可以加天空 不过你要自己加啦 加那个后面的背景的 好 那这个剖面图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晚上 剖面图是晚上5点21分 然后有灯光 这个没有 好 这个已经没有灯了 就这样 它就有室内的灯光效果 就会更好看一点 如果你还有其他灯 二楼现在是没有灯 OK 好 我看 我又没有打开 比如天花板 要打开来 还有 这里没有其他的物件 要打开来 好 那这样就会可以把 一楼平面图 一楼平面图 二楼平面图 立面图 剖面图 都给产生出来 但是这个呢 还有它的比例词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现在来设定平面 每一个的比例 比如这个呢 你要设定比例词 这里有 比如说我这个图呢 我是要100的 好 那 300解析度 好 你只要设定这两个 你到底是要比例词多少 然后解析度多少 它自己去换算 好 这个会自己去换算 OK 一样的这里也有室外灯 还是室内灯 精准度等等 这些 这跟刚才的一样 但是你要设定的是这两个 300点呢 是 就是要输出的 72点 就是你萤幕上看到 那比例词你自己定 那它这个会很精准 一样的 这个 比如这100 300点 OK 然后这个呢 我要50分之一 那这图就很大咯 超大了 很大 OK 然后 这个呢 我也要50 这用100就好 这300点 网络 那个 要印出来的 这样 只要你不去 缩拉它 你不在那个Photoshop里面去拉 或者Elaset去把它 这个大小给改变 它的比例词是精准的 你就不用怕 做出来的时候 那个比例词是跑掉的 OK 里面也有 平面也有 平面也有 都精准的尺寸 这样就可以在 毕业制作的时候 或是你在交代 那个你的设计的时候 可以让人家看到 财值灯光的彩线 而且是正确的比例词 那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它加到P次彩线的话 你就是这样加 现在加全部了 加 然后 加入所有的 再把这个 你不要的删掉 Parameter通常是不要的 现在 Parameter通常是没有的 Parameter通常是没有的 这些删除掉 刚才做的 好像做了两次的删除掉 OK 其他大概都没有错了 这样 你就可以P次彩线了 OK 这样就可以到P次彩线 它就一算 就全部的图都算出来 好 这就是所谓的平面图 那其他的设定跟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等脚透视 等脚透视 比较少在用 其实因为我们有小点透视 大家会比较习惯 那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 就像这样的图 可是这样的图 通常比较看起来像模型 而且你们毕业制作 都已经有模型 所以 一般来说 老师对这种图没有什么 不会喜欢 这样的图 它会可以接受 那再来就是透视图 他们也会喜欢 因为这个是人的视觉角度 所以你尽量不用去画这种 透视的平面视图 这尽量不用 尽量不要 尽量还是以这个 我们讲的这种 平面图 立面图 薄面图为主 降下来 这样你也可以有尺寸高度的设定 这个有 你看它 看它这里会变化 上面这个 这就是你的现在的高度 这样 一楼的平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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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